驴肉是这样来的 在我上下班的路上有一处驴肉馆 几乎每到傍晚 门口就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轿车 有单位公务车 也有个人私家车 楼上灯火通明 人气十足 一派门庭弱势 生意兴隆的景象 对于那些猎奇的食客们 绝对又是一个吸引眼球的大亮点 难得的生意这么红货 令人羡慕 这样也好 会给地方多交些税收 算是一大贡献吧 然而一次偶然的巧遇 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绝活之后 我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感觉 取而代之的只是遗憾和无奈 一天下午回家路过那家饭馆 偶尔瞥了一眼 看到门口有三头毛驴 像是刚买来的将要被载 旁边站着三五个人 出于好奇 我也为了上去 一头毛驴在地上站住 大约二百多斤重 脖子被一根绳子套着嘴巴 也被绳索捆住了 另外两头在车上放着 一样都被捆绑着 地上毛驴看上去有些惊恐 站着一动不动 两眼呆呆的发直 好像意识到自己大现将至 露出绝望的眼神 饭馆主人在一边 正在来回磨刀 看样子是要用刀 来结束毛驴的生命 但旁边还有一把四五斤重的铁锤 这么大一头毛驴 在被载的时候肯定会出于本能的要反抗 那是不是对好几个人来逮着腿脚啊 万一没摁住正脱了怎么办 我正寻思着接下来的事情 证实了我的想法完全是多余的 甚至有点可笑 我不得不佩服人到底是世上的万物之灵 不得不佩服人的聪明绝顶 为了达到所谓的目的 无所不用其极 让人匪夷所思 叹为官职 刀磨好了 闪闪发光 看住就让人心寒 接下来要用刀载毛驴了吧 但主人却用手拾起了那把铁锤 左手用力地 牵那根套在毛驴脖子上的绳索 毛驴自然是不肯挪步整个身子向后移 四条腿与地面几乎倾成了六十度角 后面两个帮手赶紧过去 用力把毛驴向前推 此时我才如梦初醒 恍然大悟 主人原来是用铁锤来锤那头毛驴 主人右手高高地扬起铁锤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再看下去 猛地转过头身边不知不觉 站满了围观的路人 喷得一声铁锤重重地砸在了毛驴的头部 毛驴应声扑通倒在了地上 可怜的毛驴就这样被宰杀了 连安明身赢的机会都没有 主人轻松地拿起早已磨好的尖刀 然后熟练地向毛驴的脖子用力抹去 杀石水泥地面被染成了红色 我惊叹主人手法的老练娴熟 更惊叹主人的独具匠心 让毛驴在长痛不如短痛的 人性化设计中实现了安乐死 毛驴以前也许给装户人家拉车推磨 辛苦了一辈子 也许是牧场圈养的 也许毛驴的身世现在已无从考证 真真切切摆在眼前的指示 生命在几秒钟的悄然消逝 车上还有两头毛驴 此时看上去显得有些害怕 牢牢地贴住汽车挡板往后退 不肯下车 主人的聪明才智又一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往毛驴一条腿上系根绳子 只轻轻一拽 那毛驴就很容易地被拖了下来 第二头也是如法炮制 接下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已丝毫没有了当初的好奇心 反而涌起一股默可名状的感觉 上下不得欲罢不能 为了避免让自己的良心再一次受到伤害 我赶紧骑上电动车离开了人群 驴肉自古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美誉 中医讲又能补血义去壮肾养肝 自然成了人们不可多得的佳肴 人间至鲜至美的美味 人们在推杯换盏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时候 自然不会去想驴肉的来历 甚至暗自庆幸这次来得及时吃到了最新鲜的驴肉 龙肉今生是吃不到了 那么能吃上新鲜的驴肉 也不枉此生啊 但是当你亲眼目睹眼前这一切 你还能心安理得地吃下去吗 还能以能吃上地上最好的美味而自豪吗 就是铁石心肠的人 看了那场景也应该会有所触动吧 也许你会说就算我不杀他别人也会杀他啊 就算我不吃别人也会吃啊 我不吃你不吃那地上的驴岂不泛滥成灾了 如果大家都不吃的话 岂不是害那些以肉为生的人要失业吗 是的你可以举出几十条乃至上百条类似的理由 那只是人们满足贪欲图一时 枝快而编造站不住脚的借口 试问如果动物天生用来被人吃 那人又是用来被谁吃的呢 其实动物天生不是被人吃 人类也没有天生吃肉的权利 就算动物被动物吃掉 那也只是为了生存 而人类吃动物是为了满足贪心 不吃动物它就会泛滥成灾 以肉为生的就要失业这一说法就更荒唐了 照此推理文字 蟑螂蜥蜴蜘蛛 估计大家都不会吃的 那您看过满坑满谷都是蚊子蟑螂蜥蜴蜘蛛吗 汽车发明以后那些抬轿子的人 拉三轮车的人都失去工作了吗 很久以来我们都以为要吃肉才能得到营养 然而全球健康统计数字不断显示 吃肉最多的国家民族 其患病率特别是患心脏病和癌症的比率也最高 而各地吃素的民族患病率最低 与此相反科学家实验意外发现 素食者根本不会营养不良 因为荤食者的血蛋白平均在6.1到11毫克之间 素食者则在6.6到8.8之间 可见素食者的血蛋白不仅非常正常而且更为稳定 更为有趣的是素食在发达国家甚为流行 因为有一次在德国柏林奥林匹克的世界运动会上 有一位赢得马拉松赛跑冠军的韩国运动家孙基忠先生 他本身就是一位素食者 在他赢得马拉松赛跑冠军后打破了世人认为素食会赢 养不良或是体能不佳的看法 致使德国的素食风气开始流行 人类占助自己是世界上进化最成功的生物便在这个星球上肆意横行霸道 说实话人类给这个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带来的不幸已经太多太多了 动物也有自己的生命 世界不单单属于我们人类 而是属于世上一切生物 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它们和睦相处呢 如果地球上没有了动物 人类得到的不仅仅只是孤单和寂寞 并祝各位大德能早日如素